这是1915年 奥匈帝国皇太子和军队统帅 以及德国皇帝等人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戈尔利采 塔尔努夫攻势期间 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 视察会晤的系列镜头 现在是奥匈帝国军队 最高统帅菲特列大公 对前线将领进行慰问 菲特列出身显赫 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员 其和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 约瑟夫仪式一样 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利奥波德二世的曾孙 现在是奥匈帝国的未来皇帝 皇太子卡尔夫朗茨 约瑟夫大公 慰问前线将领 1914年 卡尔之书奥匈帝国 皇太子菲迪南大公 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后 卡尔也就成为 现任奥匈皇帝 约瑟夫仪式的皇位继承人 慰问完前线将领后 菲特列和卡尔大公 又接见萨诺克地区的官员 现场有德国和奥匈帝国 联军将领陪同 此次德国调兵 参加攻势 目的是希望能减轻东线以南 奥匈军队的压力 包括击溃沙皇的西南方面军 和收复丢失的加里西亚地区 现在奥匈帝国军队统帅 菲特列大公突然得到消息 位于萨诺克北50公里处 奥匈军队前后丢失两次的 普勒梅歇尔要塞普拉科夫采堡垒 被成功占领 镜头中 奥匈士兵正在拍摄的 即是刚刚被占领的普拉科夫采堡垒 其距离普勒梅歇尔仅数公里 而此前视察 萨诺克地区的奥匈统帅 和皇太子菲特列和卡尔大公等人 也赶来巡视 现在是巴伐利亚军队所占领的 普勒梅歇尔要塞的十号堡垒 1871年 巴伐利亚王国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成为保留权力的下属邦国 按照规定 当发生战争时 巴伐利亚军事归属德意志帝国 中央政府指挥 另外拍摄的许多堡垒攻势 是实际上在此前三月份 普勒梅歇尔围城战沙皇军队占领前 被放弃的奥匈军队破坏 现在是德奥联军占领 普勒梅歇尔要塞后 在普勒梅歇尔城 举行招待会和庆祝游行 奥匈帝国军队统帅 菲特列大公和巴伐利亚军队指挥官 德国中将克诺斯尔等 一众高级将领出席了活动 现在奥匈帝国军队统帅 菲特列大公带领一众德奥联军前线将领 等待迎接德意志皇帝 威廉二世一行的到来 首先出现在镜头的来人 是普鲁士战争部长霍恩伯恩 其年少时期与还是皇太子的 德皇威廉二世交好 后被威廉二世赐予称号 列入普鲁士士席贵族行列 现在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 威廉二世的车队抵达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交战的沙俄 及英国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和乔治五世 皆是德皇威廉二世的表弟 另外 跟随威廉二世的 还有德军总参谋长 法基汉等高级将领 奥匈帝国菲特列大公逐一进行质疑 在这场由德奥联合进行的 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 最终造成了沙俄军队战线的崩溃和大撤退 德奥联军赢得了这次战役 但战争没有赢家 据统计自开战以来 仅在克拉科夫 利沃夫和普勒梅西尔战区内 就安葬了阵亡的沙俄德国和奥匈帝国 多达56万6833名士兵